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让我们根据图来判断一下 这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是不是 根据选项我们得到的 主要是有两方面的一个判断呀 第一点是B数还是B加数 这一点从图形上 直接看下半部分就可以看出来 对于B加数来说 它下面是不是必须有整个的数据呀 这个数据是不是包含有信息的 那么这个图中 它没有这样的叶子几点 所以它一定不是B加数 也就是B数了对不对 注意一下 B数其实也是有叶子节点的 但是它的叶子节点是 不包含有任何信息 所以说画图的时候 是可以不画出来的 也就是这道题的一个样子 所以我们首先得到第一点 它是一个B数 第二点是三接还是四接 这个就是B数的一个概念了 对吧 B数的中 M接的一个定义 是不是就是 每一个节点最多有M科子数 并且至多还有M减一个关键字 这两个其实是不是绑定的呀 它们之间是不是可以互推的 因为M减一个关键字 就意味着M科子数 对不对 那么直接从图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有三个关键字呀 三个关键字 意味着它是不是 是四接的呀 所以我们这道题 选择是一个A选项 全部都是概念上的问题 比较基础 好 这道题就讲到这里 好 好